男人从后面突然抱住女人 女人反抗了一下 看着电梯到了一楼更紧张了 但男人却将电梯门关闭了 这个女人名叫素贤 她冒满如花 却嫁了个自己不爱的男人 丈夫是个工作狂 每天很晚才回家 晚上难得说说话 而她以憨声应答 直到这天 素贤久违的心动了 她和陌生男人一见钟情 但两人都有所克制 没有主动搭讪 第二天 远在美国的妹妹告诉素贤 让她帮忙照顾一下 刚回韩国的未婚夫 自己工作忙暂时回不来 作为姐姐 素贤当然义不容辞 然而见面后 素贤既惊喜又惊讶 准妹夫居然就是那个男人 她叫阿宇 从美国回来准备婚礼 再次相遇 两人都难掩欣喜 隔天 阿宇又约素贤见面 理由是让她帮忙看婚房 素贤没有犹豫 当即开车赶了过去 阿宇对市区的公寓没有好感 却对郊区的房子情有独钟 这里空气新鲜 湖泊宽广四海 两人漫步湖畔 相谈甚欢 这时妹妹带来电话 听到她和阿宇报电话周 素贤明显有些失落 回去的路上 阿宇送了素贤一盘磁带 情歌温婉动人 不知不觉已到了家门口 阿宇请她上去喝杯茶 素贤委婉地拒绝了 看得出来 她在有意保持距离 隔天 阿宇又约素贤见面 这次她有些闷闷不乐 原来父亲提前为她买了市区的婚房 甚至都没问过阿宇的意见 自从哥哥意外离世后 阿宇就成了父亲所有的希望 父亲严厉倔强 总是强人所难 这令阿宇十分苦恼 为了安慰阿宇 素贤送给她一副湖泊风景画 男人开心地像个孩子 作为感谢 阿宇请素贤喝咖啡 并主动回忆起了童年时光 已去美国前 她和父亲在巴西乡下住了五年 每天和小伙伴在草地上踢球 然后跳进湖里洗澡 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睡觉 醒来便看到夕阳无限好 这是她最美好的回忆 阿宇表示 四十岁一定要一居巴西 继续过那样的生活 听到她这样说 素贤的眼里满是向往 她的丈夫实在太忙了 常常在公司过夜 素贤已经习以为常 这天阿宇又一次相约 让她帮忙物色家具 不得不说 阿宇的套路是真多 在家具店里 她还玩起了小浪漫 看家具只是幌子 转头两人就开始逛街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情侣 接着还准备去看电影 阿宇买票时 妹妹给素贤打电话找阿宇 问他们是不是在一起 素贤下意识地撒了谎 她觉得不能对不起妹妹 于是拒绝看电影 阿宇只能失望地丢掉电影票 晚上 素贤送阿宇回家 阿宇站在雨中 用坚定的眼神请她进屋坐坐 素贤无法拒绝 只好跟着上了楼 二人边喝茶边聊人生 素贤对阿宇在巴西的生活很感兴趣 她早已厌倦了丈夫和大城市的喧嚣 也想体验乡村的宁静 两人才认识三天 就各自爱上了对方 然而尴尬的是 阿宇是素贤的准妹夫 她心怀愧疚 于是为妹妹买了新婚礼物 还莫名其妙地打电话给妹妹 想说什么却无从开口 这天晚上 素贤夫妻涉言款待阿宇 敏君和阿宇喝酒聊天 素贤像个木头一样坐在旁边 显得极不自在 敏君聊起来与素贤的恋爱经历 阿宇则独自喝着闷酒 她问敏君幸福吗 敏君笑了笑 随后指着水族相说 鱼儿生活在里面 有干净的水 还有人定期投胃 这就是幸福 显然 敏君和素贤的婚姻就是这样 枯燥乏味 晚饭后 素贤从阿宇下楼 在电梯里 阿宇忽然抱住了她 素贤很紧张 劝她认清现实 阿宇落寞离去 回到家里 阿宇打了电话 约素贤在公园见面 并声称 不赴约自己就一直等 凌晨两点半 丈夫酣声如雷 素贤心里想着阿宇 于是来到了公园 阿宇坐在椅子上 全身被小宇淋湿了 她看出素贤过得并不幸福 为此感到痛心 进而趁机表白 素贤却说出了现实难题 然而年龄相差十岁 并且自己有孩子 阿宇认为 这些都不是问题 就在这时一束强光照了过来 原来是保安大爷 素贤并未感到慌乱 临走时 阿宇嘱咐素贤常联系 次日 素贤给阿宇打电话 同事说他不在公司 素贤有些担心 当即来到了阿宇家中 他躺在床上 应该是感冒了 但看到素贤后 眼神却变得如狼似虎 这次 他们谁也没忍住 双双坠入爱河 次日晚上 家人正在聚会 素贤打电话约阿宇见面 接着悄悄溜出家门 来到了游戏厅 当素贤玩赛车游戏时 阿宇关了灯 并开始动手动脚 素贤回到家中 装作若无其事 接下来的日子 素贤早上送儿子上学后 就开始和阿宇约会 敏俊忙于工作 根本无暇顾及 在离家较近的地方 素贤和阿宇对接而行 装作互不认识 走远了就开始牵手 晚上回到家 敏俊失魂落魄地坐在沙发上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素贤没在意 依旧和阿宇约会 他们已经很小心了 专挑人少的地方约 可不巧的是 碰上了敏俊的女同事 素贤笑脸相对 谎称自己来这里办事 但女人眼神犀利 只是看破没说破而已 分开后 素贤边开车 便和阿宇打电话 过隧道时 没了信号通话中断 片刻后 电话响了 素贤接起电话 继续刚刚的话题 没想到电话 那头是敏俊的声音 她第一次感到了慌乱 晚上 趁素贤睡着时 敏俊用她的手机 拨通了最近通话的号码 对方传来阿宇的留言提示 素贤知道事情败露 已经不敢再接阿宇的电话了 这个男人发现 妻子出轨准妹夫 却选择了隐忍 她希望妻子回心转意 然而素贤已经无法自拔 很快又和阿宇见了面 无意中 素贤发现了阿宇和妹妹小美的通话笔记 她感到非常伤心 不久 小美回了韩国 她第一时间带阿宇见了父亲 老人身患重病 唯一的希望就是看到小美和阿宇结婚 素贤生日这天 夫妻俩请小美两人吃饭 有怨气 谈话间暗指妻子不忠 阿宇听爸气氛离席 小美把她找了回来 坐下才刚聊两句 阿宇又对着素贤说气话 喝完酒准备去结账 敏俊上前叫住了她 回家路上 阿宇心事重重 因为她见不得素贤和敏俊出爽入队 小美提醒她对姐姐好点 在她眼里长姐如母 从吃饭时阿宇的表现来看 小美误以为她对姐姐有意见 此日小美告诉素贤 阿宇提出婚礼延期 小美对此感到纳闷 自从回来后 她就感觉阿宇变了 在小美试穿婚纱时 素贤接到电话 得知父亲病危 姐妹俩立刻赶到医院 连续好几天 素贤寸步不离地 她守在病床前 她想起了父亲曾说过的话 素贤知道 父亲以前为了家庭放弃真爱 以至于遗憾半生 孤独终老 现在她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自己深爱着阿宇 可又不想伤害妹妹和家人 素贤左右为难 不禁潸然泪下 思考片刻后 她决定和阿宇分手 结束这段痛病快乐着的不伦之恋 走出病房后 素贤向阿宇提出了分手 阿宇知道素贤言不由衷 说什么也不肯分开 并坚决地表态 即使和小美结婚 也要留在素贤身边 素贤不愿继续纠缠 结束谈话静止离去 独留阿宇黯然伤身 几天后 父亲去世了 小美打算让阿宇想通了 就去美国结婚 素贤既开心又伤感 她又回到了没有阿宇的日子 按部就班地见儿子上下学 素贤精神恍惚 总是想起阿宇 面对阿宇的再次约见 她终究还是破防了 不过素贤示意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当晚 阿宇和小美坦白 自己爱上了别人 可她没说是谁 这也意味着 两人的关系结束了 另一边 素贤向敏俊提出了离婚 敏俊很生气 不停地数落 她和阿宇干的龌龊事 恰逢此时 试图向姐姐诉苦的小美 走了进来 得知针线后 小美呆立原地 片刻后 她砸碎水族箱泄愤 姐妹俩的关系彻底决裂 最终 素贤放弃丈夫儿子 选择了离开 她准备坐飞机出国 原本阿宇要回美国 但她临时起意改签 坐上了飞望巴西的客机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素贤正坐在不远处的窗边 故事到此结束 素贤和阿宇相见恨晚 两人一旦开始 就注定会是一段孽缘 注定有人会受伤 为了妹妹 素贤选择了和阿宇分手 为了自己她选择了离婚 这样做看似是最好的结果 其实不然 妹妹 丈夫 儿子 都因此受到了伤害 自己和阿宇也很痛苦 生活不止于爱情 还有亲情 友情等 与其为了爱情 艰难的断舍离 不如克制 不伦之情的产生 好了 小今天就得不到这儿了 亲爱的们 喜欢小电影得不得的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么么哒 下期见咯